我一直有一个梦想,那就是穷游西藏,但是我的男朋友却不建议我这么做,还对我说,失于远方,越远越脏。 我认为他是在侮辱我内心中的神圣地方,直到穷游回来,我才真正认为他是对的。 我怀孕了,最关键的是我不知道孩子的亲生父亲是谁,我毕业之后就待在北京这座城市。 我和大多数北漂者都一样,被北京的早晚高峰压得喘不过气。 在我眼里,我不是来北京生活的,而是来这等待死亡的。 就像汪峰的歌中那样,我在北京寻找着奄奄一息的碎梦,但我不愿意自己的梦想就这样腐烂死去。 我要自由,我要失和远方,我要肆意翱翔。 于是我今年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——辞职。 老板看到我辞职有一点点意外,但他根本不缺员工。 丝毫没有劝我留下,就结了工资。 他的爽快更是加重了我要去西藏旅游的梦想。 晚上,回到让人窒息的出租屋,我看着正在给我做饭的男朋友说,我要去西藏了。 男朋友有些疑惑地看着我,我没有多做解释。 因为他对于我而言就是一个过客。 我丢下包就回房收拾行李,男朋友焦急地问我,怎么这么突然? 我说,去西藏是我从小的梦想,对你来说可能很突然,但对我来说是我这二十多年飞去不可的地方。 男朋友皱了皱眉,按下我收拾箱子的手。 他缓缓开口道,兰兰,你不小了,这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已经不是你这个年纪的人该去考虑的。 如果你去西藏,你的工作可能就没了,我们的爱情可能也要结束了。 我冷笑了一下回应道,没了就没了。 反正我也不在乎。 男朋友没想到我会这样扎他的心,我能看出来他生气了。 但他还是冷静下来,轻声劝我说,兰兰,你再好好考虑一下,别的不说,你的安全问题也很重要,如果再去西藏的路上遇到坏人怎么办? 你看过那个叫无人区的电影吗? 现实里的偏远地区肯定比里面还要肮脏。 我认为他是故意用这种方式回怼我的,他抹黑西藏之路就是为了扎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 我怒气冲冲地吼了一句,再怎么样也不用你管。 说完我就提着箱子离开这个出租屋。 我踏上了前往西藏的火车,最后望了一眼北京霓虹灯。 在火车上我就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,这让我浑身舒态。 但男朋友的电话打破了这个美好。 我本不想接他的电话,但耐不住他一直拨打。 我不耐烦地接通电话道,什么事? 男朋友依旧在电话那头,像老太婆一样地劝我不要去西藏。 我二话不说就把手机关机,我不希望再有任何人打扰我的西藏之行。 刚到西藏我就被靓丽的景象所吸引。 沿途的山水、天空甚至牦牛都让我感觉这才是活着的意义。 只是我没想到,维持这种生活的花费也是不小的。 我才刚游览完布达拉宫,那目错,身上的钱就已经见底了。 于是我决定穷游西藏,所谓穷游就是不靠一分钱,背着行囊走完整个西藏。 起初我斗志昂扬,充满热情,一天就走了二百多公里。 这二百多公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。 但这种感受在长时间的跋涉后就消失殆尽。 走了不知多久,我由于缺水导致晕眩,我下意识舔了舔干色的嘴唇。 嘴皮翘起,滑烂了我的舌头。 满嘴的血腥味让我产生了求生的意识,我极度渴望水来,滋润我的喉咙。 可走到半夜,我依旧没有看到人烟,我崩溃地跪在了地上。 夜里的风像刀子一样狠狠地搁着我的侧脸,前方看不到头的漆黑道路折磨着我的身心。 我感觉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了。 我在心里祈祷,如果现在有人能带我一程,我愿意做任何事回报他。 不知是不是我的祈祷奏效,身边传来了越野车的轰鸣声。 一个大灯打在我的脸上,透过强光我看到车上走下来一个穿着牛仔服的年轻男人。 小姐你好,你需要帮助吗? 他的声音就像天籁一样。 我用尽浑身的力气站起来向他冲去。 他把我带上了车,为我喝了水,吃了饼干,感受到生命力的恢复。 我放松地睡了过去。 等我再醒来,我发现自己光溜溜地躺在车里,我惊慌失措地尖叫了一声。 那个男人正在车下抽烟,听到我的声音后连忙上来。 他解释道,你太久没吃东西了,昨晚突然喝牛奶,微受不了吐了自己一身,我就帮你把衣服脱下来了。 我将信将疑地看着他。 我之所以没有在怀疑他,是因为我不敢,我怕热怒他后,他会把我赶下车。 前几日步行的痛苦,我不想再经历了。 男人见我没有怪罪他,坐上车来轻声开口询问,你去哪里? 我可以带你一程,等你到有人的地方放下你。 我脱口而出,北京。 以前北京是我最不想待的地方,但现在是我迫切要回去的地方,因为只有在那里我才能活下去。 他摸着下巴沉思了一会说,不太顺路。 但是,我可以尽量送送你你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,也挺不容易的。 我转头看向他,这时阳光正巧洒在他微微一笑的侧脸。 我居然感觉到心里的小鹿一阵乱撞。 随即男人嗨嗨一声,我才想起自己现在什么也没穿。 可我不在乎,我恢复动力之后,内心又开始向往自由。 如果说前几天追寻的是精神上的自由,那么今天追寻的就是肉体上的。 我毫不犹豫地稳向那个男人。 随着越野车的震动结束,男人抽着烟说, 其实我昨晚已经,我忧愿地看着他,但也没责怪他。 他笑了笑说,为了报答你,我把你送到下一个服务区,剩下的你就自求多福。 一路上,我们听着熟悉的歌,大喊我要自由。 男人和我聊天说,其实穷游挺有意思的。 我们在路上,无论思想还是身体都不会被禁锢,就像我和你发生的事一样。 我很迷恋这种未知带来的神秘感。 我也有相同的感觉。 我问他,是不是很多司机都会像你一样,愿意拉女孩开始一段短暂的路上恋爱? 他点了点头说,是这样的,所以我才放心把你带到休息区,你会很快就找到同路人的。 就这样,我和他告别了,结束了这段连名字都不知道的恋爱。 如他所说,刚到休闲区就有一个开着奔驰大巨的男人和我打招呼。 小姐你好,你去哪里? 我说,北京,需要我带你一程吗? 我点了点头。 这个男人和之前那个男人不同,他比较闷骚,一路上也不怎么说话。 夜幕降临,男人从车后拿出一瓶红酒。 他弯着头问我,要体验一下吗? 作为成年人,我很清楚酒后会发生什么。 虽然我不喜欢这个男人,但在特殊的氛围下,我接过了他手中的酒。 这一夜未眠,男人像是接龙一样,把我送到下一个休息区交给其他人。 第三个男人告诉了我他的姓名,他叫陈友,和我一样来自北京。 所以他是我西藏之行的最后一个旅友。 陈友不仅和我来自一个地方,生活经历也很相同。 他也是被生活压成蟑螂的上班族,他也对西藏有向往之意。 但他没我这么大胆,他可不敢一个人前往西藏。 陈友说完就满眼佩服地看着我。 我被他盯得有些不好意思,可能正是我这种表情刺激了他的欲望。 不过他还是很绅士地问了问我,你接受公路恋爱吗? 我明白他的意思,但是我想拒绝他。 说实话,之前两个男人发生关系,我都是为了追求刺激。 但是现在离北京越近,那种感觉就越淡,我不希望陈友会影响到我在北京的生活。 陈友好似看透了我的内心,他说,你放心,到北京我就会忘了这段经历, 我只是想在回归现实前最后追寻一次自由。 我被他这句话说动了,这次回北京不知还要多久我才能再去西藏。 于是两句即将再次被生活压扁的身体发生了碰撞。 回到北京,我又住回了出租屋。 男朋友诧异地看着我,因为他已经找了新的女朋友。 刚回到现实,生活就给了我当头一棒。 他的女朋友根本不给我说话的机会,把我的行李就往外丢, 还警告我,不要再舔着脸来我家。 我只好问前同事借钱,租了一个仅能够我休息的窝居。 我整日蜷缩在房间里,向各个公司投送简历。 没有经济来源,我只能过上馒头就咸菜的生活。 如果说这些还是人可以忍受的痛苦。 那老天好像跟我开玩笑一般,送了个定时炸弹给我。 两个月后,我感觉胃力很不舒服,一吃饭就想吐。 那时我还没怀疑自己怀孕。 来到医院体检了一番,拿到检查报告时,我被下地差点晕过去。 报告显示,我怀孕了。 我不知孩子的父亲是穷游中的哪一个。 我蹲在原地,不知该如何是好。 回到家,我忍不住哭了起来,狠狠地垂着自己的脑袋。 如果能再选择,我一定会听男朋友的话,安安稳稳地在北京待着。 可惜没有如果。